感谢主我们上一周为了好多的地方 我们从孩子们 我们从自己祷告 为父母祷告 为老师们祷告 为同学或朋友祷告 为教会祷告 我不知道在这几个方面 你在这礼拜你有没有持续的祷告 那如果你没有请你要去留意 回去上一集去听 好去听跟着祷告 那今天我们要来 接着我们要来为城市 为你所在的城市来祝福 好为你所在的城市来祝福 好那请你也跟着我一起祷告 求主祝福 我所在城市的众教会 能够合一彼此联系 复兴祷告的灵活 这样在我所在的城市的每个教会当中 让我们这个城市的教会 兴起祷告 让福音能够传遍到 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我们来为国家来祷告 所以你记得我在讲我的国家 你就自己讲你自己的国家名字 求主帮助我的国家 总统及政府的首长 行公义 号联名 纯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得着神的智慧能力 来治理我的国家 让我的国家的首长们 他们善用支援 照顾全国人民的需要 带领整个我的国家 能够倚靠主耶稣 走进神的命定中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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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阿们 阿 müssen 感谢主我们接着要为国家 第一个我们要为以色列来祷告 请你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主啊 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以色列人 开他们的心眼 让他们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 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主啊 也求你怜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主真的求你赐下那个和平与智慧 你帮助双方能够停止这个战争 解决这个争端 主耶稣 你的爱更多的交换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让人们起来 回转 而且甚至向你呼求 主向你呼求 祈求你的帮助 主你的爱来取代那个复仇的硬性 主啊 愿你的国降临在中东的地方 Amen 最后展示点 会复仇的心 wi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这些祷告都记起来 甚至你也可以加上你自己的词 为着每个地方来祷告 愿神祝福你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知道你有跟着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 愿神祝福你 Amen